第三章 下 吃晚飯的時候 小明 爸爸和媽媽一起說 大家吃飯吧 小明說 我一定要吃四碗排湯骨 媽媽和爸爸耳口同聲地說 唉 笨兒子 你去死吧 媽媽接著說 你吃飯前說 了 湯骨排 但現在又說 又再說 排湯骨 你想怎樣呢 小明說 我有說錯嗎 媽媽和爸爸無奈地說 真正的毒法是排骨湯 不是你所說的錯字 小明又問 會不會是 骨排湯啊 媽媽和爸爸耳口閉嘴 然後說 小明 你一定要吃多些西蘭花啊 小明說 好的 最後小明竟然吃了一百碗排骨湯 七十個肉餅 和九十五個大西蘭花 媽媽問 你還可以吃多少東西呢 小明回答 我不知道啊 不過我還想吃二十二百杯雪糕啊 爸爸和媽媽吃這一頓飯 結果共吃了二千三百一十七元 他們接著雪糕 你一定要分錢給我們啊 你還好看 我還好看 這件事 我還好看